哥 怎么现在还要拿苹果13PM 直接上苹果16PM呗 现在花要3000多 你看一下能不能接受这个预讯呢 行行行 那你颜色没要求吧 别再说我找到了你又不喜欢这个颜色 好好好 那行那就行 那等会联系 你看你要那个便宜的苹果13PM 我又要给你找两台 一头是黑色 一大袜是蓝色咯 我觉得你拿了一个蓝色的吧 因为蓝色的话是98星 黑色的话只有9星 那就看看蓝色的嘛 请你的意见 我给你看啊 后盖是没有任何问题 这上面的话就是有那个纸巾啊 是可以插点 不是摄像头有问题啊 98星的话边框的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还是9星的啊 微插口的话正常使用痕迹咯 屏幕的话给你看一下啊 也是一点华人科目都没有的 就是有点脏一点灰尘啊 但是你放心 发走之前我会处理的啊 你看看满衣服 那你这个键盘效率多大吗 跟下键话97哦 然后充电话只有91次哦 然后这种炸弹器坑我啊 你这电视键盘效率都改的 没有 怎么可能 充电话只有91次 然后找了很久才找到的 找了哪个半天呢 你自己说的呀 特别好的呀 我这话打视频给你解释一下怎么样 那行啊 我现在敬你啊 那你这个机器多少钱你给我吗 我就是安安刚开始跟你说 那个价格啊 3000多 然后加上这件大礼拜 还180天之宝啊 3000能不能给我啊 3000 你要我命吧 3000 看那么多 不可能啊 拿货拿不到 3000块钱 我自己找你进货了 那算了吧 算了吧 你这台吧 太小气了 哎呀 我多送一台配件 怎么样 可以不 可以可以 那就行 那就行 那我给你检查好 这样两套配件给你带走了哟